一開始這裡是一個水泡 破掉 然後我就買那個可以透氣的OK泵把它貼著 然後它就擴到那麼大 然後就有去小兒科 另外一個小兒科 他說要去整型診所掛 他要貼人工皮 然後我就給他貼人工皮 就一直擴 貼多大就擴多大這樣子 對的 因為悶著 因為悶在裡面這樣子 那最嚴重的情況是什麼樣子 就是全部這些都是濕的啊 就一直擴啊 本來它有點 又已經皮膚炎 那經過幾天 可能是皮膚發作的時候 你看還可以看到流浪 流藏紅腫的地方 一開始我們是用那個人工皮 把這些分泌物把它吸附 那當然這部分需要用抗生素 那看到這個案例我們是 抗生素是加在點滴打 加在點滴裡面 一天用四次 那治療了四十八小時 那這個皮膚就乾了 所以要知道說 如果和病進化 是不到究竟感染 就一定要抗生素 那剛前面一個是 泡疹病毒 泡疹病毒 這不一樣 家早在度小朋友的時候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事情 那就除了皮膚保濕 注意感染 減少室內過敏原 那如果去戶外 如果流汗了 就先擦乾 要擦乳液 那洗澡的部分呢 洗澡部分就是 在洗澡的時候 不要用太熱的水 那洗完澡 在皮膚還有點水分的時候 用毛巾輕輕的弄乾 這個時候 關鍵點就來擦擦乳液乳霜 然後保持皮膚的濕度 那也沒有汗挖在什麼樣的記憶 像那種天氣變化 冬天比較乾燥的時候 會不會比較濃 對 冬天比較乾 這皮膚就很癢 夏天會流汗 流汗也導致皮膚不舒服 所以 這些小孩 他們會需要待在冷氣房裡面 那這兩個案例的發生原因分別是什麼 那 這個案例的發生原因 主要是 它本來就有異位性皮膚炎 那剛好這時候 免疫力稍微下降 就 這個 淨花症不知道究竟感染就趁虛而入 那不是有說到那種遺傳啊 環境啊這樣的一個原因 對 當然 3歲以前 大部分是跟我們免疫系統 會有相關 那5歲之後是跟空氣外面的感染 空污的影響 跟 塵蠻的影響 都會導致皮膚炎發作人 都會有免疫情 有關 兩位 有一個小聲 有很深追求 是 我們面子裡不想做的 有些親密的影響